今秋十月又迎来了我们莆田文旦柚收获的季节了 深厚的柚子 这个这个 看一下 这个长得像秤头一样的柚子 就是我们莆田特有的文旦柚 今年的柚子很丑而且很多偏小 因为气候它开花的时候是烙 结果的时候它是旱 所以这个柚子普遍就比较丑 比较小一点 但是比晚年要甜 今年的市场价格应该是近三年来最高的一年 比去年和前年都要贵 好的柚子是尾巴是没有裂口的 如果尾巴有裂口的话 一般是属于次果 很甜 开一个 还有热的这里 皮上的水会稍稍多 就是味道特别特别特别的好闻 应该是我接触过的柚子类里面 味道是最好闻的一种 今年的皮会比较厚一些 它的果会比较小 看一下 皮肉特别好剥离 我们莆田的柚子就是很好剥 非常的甜 你们有没有觉得我们莆田柚子叫文旦柚特别有意思 当时是一个文人跟我们当地的一个戏曲名单 他们两个人共同培育出的这个文旦柚的品种 所以就取了文人跟名单各取一个字叫文旦柚 这个就是它名字的一个由来 有力气吗 有 有力气吗 我这边给你打气 你以为你力气 准备回去 准备回去